我们上一堂讲过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光从介质一入射到介质二的时候 它的入射角跟折射角的关系 这个是它的index of reflection 就是折射率 还有就是光在介质一跟介质二的速度 会不一样 那么还有就是光同一个光 在介质一跟介质二中它的颇长也不一样 颇长会变 就是说光线从介质一进入到介质二的时候 它的速度跟颇长都会改变 颇长这个一定要记住 颇长它是怎么样是变小 就是说从真空到一个介质 到一个折射率为N的一个介质里面 那么它的在这个介质里的颇长 要比真空里面的波长要来得小 这要记住 那么另外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就是说频率不改变 真空中的频率是F 进入到介质 到这个index of reflection是N的介质里面 它的频率还是一样 频率不改变 所以这个关系要记住 那么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等一等会讲到 在这个薄末 经过薄末的时候它会产生干涉 从薄末里反射 或者穿涉的时候会产生干涉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名称叫做光尘 与光尘差 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什么叫做光尘呢 光尘呢 光尘就是电磁波 在T秒的时间里头 在真空中行尽的距离 叫做光尘 叫做光尘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两种介质 这个介质它的折射率是N1 这个介质的折射率是N2 那么光线从真空里面 射到这两种介质里面去 那么在第一种介质里面 光速度是以V1的速度在爬 第二个介质里面的光就是V2 于是光在第一个介质里面 所跑的距离 T秒内所行尽的距离就是V1T 在第二个介质里面 它的T秒行尽的距离是V2T 假定这个叫做L1 V2T叫做L2 那么L1-L2就是ΔL 现在我们就去看这个关系 L1这个长度它就是V1T V1是C over N1 那么在介质2里面的这个走过的距离 L2是V2T 那么V2是C over N2 所以这个就是C over N2T 然后呢 我们说在这两个介质里面 T秒钟它的路径差是什么 路径差那就是L2-L1 或者是L1-L2都可以了 那么这一减的话呢 就是等于这个 L2-L1 最后是等于N1-N2-N1-N1-L0 L1-L2 这个是在两个介质里面 它的路径差 L0是什么呢 L0就是T秒钟 在真空里面的光所走的距离 走走的距离 那我们就说这个CT我们就定于L0 现在我们把上面一个式子这样子看 如果N1我们当作是真空 就是外面 这个N1 这个index of reflection 是1 那就是真空 它的折色率是1 N2我们当作是任意的一个介质 它的折色率就是N 那么它所走的路径 我们就称它是L 那么L1 因为它这个是等于在真空里面走 所以它就是L0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就是L 带到L 等于L L2-L1 就是L-L0 那么这个呢 就是N2是N N分之1 N分之L0 减掉1分之1的L0就是L0 那这两个L0约掉 消掉 那么就得L等于L0 over N 或者是N乘上L等于L0 这个很重要 这要记起来 这要记起来 我们说过L0 我们说过L0就是光在T秒钟的光层 光在T秒钟行进的光层 这是真空里的 定义是真空里面 光以C的速度行进T秒钟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等于什么呢 如果也是T秒钟 它在该界值里面所走的路径 是L 那N乘L等于L0 N乘L等于L0 那因此就是说 假如这个是N的话 这个长度是L 我们就算L N2 这个L2 那么光 T秒钟从这里走到这里不是L2长吗 这个是在界值里面走的路径 路径长 那么相当于光的光层 相当于光在真空里面走的路径 就是L0 就等于说 它在这个N1等于1的地方 所走的路径长 就是C乘T 那这个路一定要记住 光在某一个界值里面 如果它走了L长 那么它的光层呢 就要乘上N才是光层 因为光层的定义是光在真空里面走的路径长 这个式子就显示 电磁波于T秒内 在真空行进的路径长 等于在界值中行进的路径长的N倍 N倍 那么光在界值中行进的光层 为路径长的N倍 它路径是L 那么它的光层就是NL 只要记住 我们等等就会讲到 薄膜的干涉 要用到这个关系 好 现在我们就看干涉 与相干的光源 两个不一样的频率会产生干涉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两个不同的频率 它们之间 就是说这两道光 它们之间的相差 始终要保持一定 不一定要是零 要保持一定 那么这个光呢 我们称它叫做相干光源 叫coherent source coherent source coherent source 那么interference 这个现象 一定是在coherent source 里面才会产生 如果这个光源 它没有相干性 就是说它的相差 不保持一定 一下子是这个指 一下子是那个指 那么这个相干的光 它的干涉 我们看不见 我们现在看 这两个是斜缝 两个斜缝 就像一块玻璃板 我们用刀片 两个叠在一起的刀片 在那里画两道 长长的一个痕迹 那这就是两个狭缝 一个叫s1 一个叫s2 好 这两个狭缝里头 出来的光 如果是相干的话 如果是相干的话 那么我们会看到 像这个实现所画的 这就是坡面 s1的坡面是这一组 s2的坡面是这一组 两个坡面之间的 这个距离 中间的这个 我们有时候叫它 叫做坡谷 破虎了 破虎 那么 这两个 霞缝里头出来的光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这是长形的 那就是圆柱 圆柱的一个坡前 圆柱状的坡前 如果是点状的话 它就是 球面坡 那么两个坡面 两个坡面的焦点 两个坡面的焦点 就是相长干涉 这两个坡面相长干涉 如果一个是坡面 如果在这里 像这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 那么 就说 坡 一个是坡面 就碰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正好是坡谷 一个是坡面 另外一个正好是坡谷的话 那么就是相干 相消干涉 那么因为一个强度很强 另外一个是负质 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零 他有相长干涉 有相消干涉 那么这两个 如果要相干的话 相干的话 那么这两个 不是 不是两个光源 不是喔 两个光源的话 两个独立光源 绝对不会产生干涉 干涉 所以这两个 一定是由同一个光源所产生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个光源 产生圆祝火 到了这里以后 这是坡面 这个坡面经过它 这个坡面经过它 这两个都在同一个坡面上面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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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坡面上的点 它都是一个光源 而且是同步光源 所以这两个是因为 同一个坡面上的点 所以它可以当作是同步光源 于是就会产生这种 相长干涉 跟相消干涉 OK 好 现在我们 看这个 阳式双霞凤 实验 阳式 Double Sleet Experiment 好 这个 是一个 两个霞凤 两个霞凤 有圆柱坡从这里进来 然后 这个是在同一个坡面 于是这里就产生 两个相干的光源 好 这两个相干的光源呢 一个 就穿 两个都射到P点的话 就说我们只有一个P点 那这个光源一定会有光线到这里 这个光源也有光线 一定要到这里 因为这个光啊 光源上都是点光源 点光源它是四面八方辐射 所以一定有一条到这里 这个也有一条到这里 于是到了这里的光呢 因为两个是相干的 相差是一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产生干涉 会产生干涉 好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两个光源产生的光 到达P点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光它的电场 这个过来的叫E1 从S2过来的叫E2 那么E1E2我们就用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波寒数来表示 这时候我们只用电场 我们不学磁场 我们不学磁场 这是电场 这是它的振幅 这个是频率 这个是它的波数 就是2Pi of Lamina 这里过来是R1长度 这里过来是R2长度 这里过来是R2长度 那么 这两个 就是光 它所走的路径 路径长 如果这个是真空的话 路径长就是光尘 就是光的 路径长就是光尘 就是光尘 路径长的差 这两个差 R2-R1 叫做Delta R 这个我们就称它 这个 因为 我们知道 它这个霞凤的宽度 不像我图上画的这么长 距离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我们是为了看得见才画这么大 我刚刚说 这两个霞凤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最粗糙的做法 就是把一个玻璃片 在蜡烛的光上面熏黑 熏黑了 它冻了一层烟灰 然后我们用刀片 两个刀片叠在一起 在那个黑色的部分上面画两道 那个多短啊 那会不会有这么长 刀片都没这么长 对不对 所以那个短的不得了 这个距离短的不得了 如果这个长度 等于这个长度的话 那这条线几乎 跟这个垂直 也跟这个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是直角 因此Delta R就是光层差 因为这是真空 就等于D乘上Sine Theta D乘上Sine Theta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两道光 E1跟E2 在这里产生干涉 干涉就是两个加起来 加起来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好 现在我们假定 两个坡 它的相差是这个 就是说 你把 这个相 显得这个 这个 它收到这里来的这个 相角 我们举绝对值 那么它就等于这个字 那这个呢 就等于K乘上Delta R Delta R是什么呢 刚刚讲过Delta R是光层差 光层差 好 那这个小Delta呢 它是代表相差 好 那这个很重要 好 这个关系 你一定要记住 等下 就是这里的两道光 它的相差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光层差 层差一个K K就是2Pi over Lamina 2Pi over Lamina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关系 记住 以后很有用很有用 K是等于这个 所以 就是这个关系 你要记住 Delta 等于 2Pi over Lamina Delta R 也等于 2Pi over Lamina Delta D sin Theta 这要紧紧的记住 好 现在我们 就是看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关系 如果两个波 在P点 做完全相涨干涉 就是Completely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我在Paul里有讲过这个东西 它就形成量文 因为两个 在这里产生相涨干涉 它是最大政府 加上最大政府 所以它的政府 原来是两倍 它的亮度就是四倍的 正负的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量文 量文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两个光线 的相差 与光层差 去分别 写成 分别是这样子 比如说它的相差 你看 两个 同相 要同相 那就是 它是最大 它的这个政府 它的 电厂是最大值 这个电厂最大值 这里过来的电厂也是最大值 所以它的相差呢 就同相了 同相的话 那一定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零 要不然就是二拍 要不然就是四拍 要不然就是六拍 所以它是二拍乘M M呢 就可以等于零 但零就不需要正负了 正负一 正负二 正负三 M等于这个 如果说 这是相差 那它的路径差呢 Dsine theta Dsine theta 就等于 M Lamina 因为 你这个是等于 二拍 二M拍 二M拍 对不对 二M拍 要等于 二拍 of Lamina 乘Delta 这两个地方 可以消费 就变成 Delta R 要等于 D 它就是Dsine theta 等于M Lamina 因为你这边是二M拍 二拍 就是M Lamina 对不对 这是量文 如果 如果 两个是做相消干涉的话 相消干涉 它这个相差是多少 out of face 就是 一个最大 另外一个是 最小 就是一个 一个是波 往上 另外一个 波前就是往下 就是波峰是往下的 下起来 那么这个是差多少呢 差π度 π或者是 三π 或者是 五π 因此它就是 二M加一π M还是这个关系 Delta R 你这个用 二M加一π 等于 二π of Lamina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Delta R 是等于D sin Theta 二M加一 乘上二分之Lamina 乘二分 这个 这个关系是 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Delta 带到这里 我们就得到Delta R Delta R 是这个 OK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两个光线 在P点是相涨干涉 Delta一定是 M 二π的M倍 光层差呢 就等于波长的M倍 M是整倍数 如果是暗纹就是 相消干涉 那相差是 Pi的基数倍 Pi的基数倍 要不然就是一Pi 要不然就是三Pi 那么光层差呢 是二分之Pi的 二分之Lamina的基数倍 香肠干涉是Lamina的整数倍 OK 像这个 好像你们高中也都学过 但是我们地下有新的东西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G 量纹的条件 就是Delta R Delta R Delta R等于这个 暗纹的条件 Delta R等于 二分之Pi的七数倍 OK M等于这个 M等于0的地方呢 是中央量纹 就是这一条 两边才是这边正一 这边负一 这个正二 这边负二等等 这个你们高中都学过 但是你们只知道 哪里是量纹 哪里是暗纹 但是它干涉 并不是这个样子 有量 量纹 这个量纹不是一条很细很细很细的线 不是 量的区域 它往旁边慢慢的量度衰减下去 一直衰减到0 所以它是慢慢衰减 所以它的强度 并不是说只有最强跟0 不是这样子 它有最强 最强跟0之间 它还是有强度的 还是有强度的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 等等 我们就要用物理光学来解决 你在哪一个地方 你的强度到底是多少 不一定是最强 也不一定是0 那它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要用物理光学来做 那么首先我们就把E1 就是上面那个slit 到达p点的时候 它的波函数当作是这个 它底下slit2 到达p点的这个波函数 所以这个像加上一个delta 就是说它跟它呢 会有一个像差 这个像差不见得就是 是二π的整数倍 也不见得就是π的七数倍 它任意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这两个产生干涉 干涉就是加起来了 你用这个数学式子 就是一文加一图 你要求这个结果很难做 不是不可以做 这个用数学都很麻烦 我们就用什么 router 或者叫facer来做 我们就当做 到达这个 从slit1到达p点的 它的这个波函数 一图 因为它的 当做是这条 我们当做这条 好 那么一图呢 也是大小也是一图 不过 它跟这个一文之间呢 有一个像差 delta 那我们平移过来这里 平移过来这里 这就是两个一文加一图嘛 一文就是一图 那这就是一文加一图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上面就可以知道 这个p点的电场 就是这两个 两个的向量和嘛 那就是这个向量加这个向量 等于这个向量 所以是和向量 和向量大小的平方 等于这个平方加上这个 这个平方就是这个平方 在减到两倍的 10乘10 再存上cos 这个角 这个角是π-delta 于是就等于2 这两个都是2 2 1 0 平方 要提出来 1加cos delta 我们把这个 用 背角 画成半角 不是 这个delta 角 画成它的半角 我们用cos 平方 二分之delta 等于1 等于2倍的1加cos delta 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那么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 三角公式 半角 跟这个关系 那就变成这样子 EP是这样子 这EP就是p点的电场平方 10就是中央这一点的电场的平方 现在我们假设 每一个光的强度 你看 都是10 都是10 所以每一道光 射到p点的时候 它的强度是正乎的平方 就是I0 好 那么 第一道射到这里 p点 第二个霞峰射到这里 强度也是这么大 因为中间这一点 它的距离一样大 那么 所以这个p 那么 我们先说 p点的强度就是p点的电场的平方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ip ip 等于 你把这个 4 这个用i0带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intensity maxima maxima intensity 这个是什么 在干涉里面的强度 乘上cos平方 二分之del 这个关系要记住 啊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这是强度 跟delta的关系 强度跟delta的关系 OK 好 那么delta 跟theta有关 delta等于 不是等于这个吗 可以 乘上delta r 可以是2p 把这个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我们就得ip 等于 maxima intensity 就是cos平方 二分之delta 等于这个 那么它就等于i 我们另这个值叫做beta 叫做beta 好 你们要把这个要记得清清楚楚 beta等于pi over lamina d sin theta 那么16章 我们讲到 绕色的时候 它有个alpha alpha是等于pi over lamina a x 3 theta 这个b是什么 这个b是什么 狭凤 两个狭凤之间的距离 将来用那个a是什么呢 a是单独一个狭凤的宽度 当然这两个你要一起记 比较容易记得住 好 现在你就记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 这个 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 好 那么beta 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这要记起来 好 所以说你这个数字要记得清清楚楚 记得清清楚楚 好 现在我们就敢强度 跟beta之间的关系 beta就是这个 pi over lamina d sin theta 好 那现在我们画一条线 这里是 当作这个 我们 这个轴就是beta beta的值 beta等于0的时候在这里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 beta等于0的时候 cos cos 0度 等于1 所以 强度最强 maxima 0 当这个 beta等于π的时候 beta等于π 是等于什么 负1 cos cos beta cos π是负1 平方还是1 所以 π的地方 beta等于π也是最大 同样的道理 2π也是最大 3π也是最大 所以 所以它这个强度 所以它这个强度就是这样的 假定这是中央的这条亮线 它旁边呢 beta每个一个π值 就有一个最大值 那么什么时候是0呢 那这个是beta在2分之π的时候 这是beta在2分之3π的时候 这就是beta等于2 2π 2分之3π 2分之5π的时候 这强度等于0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beta是等于这个值 我们等一下把它画成θ来看 所以强度 IP 随着 角位置θ变化 因为它是随着beta变化 那beta是跟θ有关 所以是因为θ变化 现在我们看 它的最大值 出现在 什么地方呢 最大值就是beta等于 0π 2π3π 就是π的整数倍 最大值 最大值 出现最大值 出现最大值 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 跟这个 π都约掉 那我们就得d3Σ 等于mΔ mΔ 它应该叫做mΔ 那m就是01234 正负值 OK 那这是强度 最大的时候 强度最大就是量稳 就是量稳 那等于0的地方就是暗稳 没有光线 没有暗稳就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beta等于π的基数倍 可以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把 这个关系 把这个关系 这个跟这个 把π约掉 就是d3Σ 等于2分之π的基数倍 2分之π的基数倍 这个就是光纯 这就是光纯差 光纯差等于波长的整数倍 是相掌干涉 光纯差等于波长一半的基数倍 就是相消干涉 所以我们从这个关系 就可以看到以前 你们在高中学的那个 量纯跟暗纯 产生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特别的位置 如果这个θ 也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小 那这个就不是 不是这种值 它的强度是多少 我们可以求得出来 你只要告诉我θ 你要知道θ 等于什么角 在什么地方 那我就可以 把那个地方的强度 求出来 现在就说 我们可以 求任意一个位置的强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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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